《中文字幕》 看完這部戲之後 你會覺得 出到來都很想跳舞 我覺得興奮在於 它有很強的感染力 令到你好像充滿力量 還有我覺得裏面有些對白 對於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動容的 你們不要嘲笑我們青春的傷痕 這部戲最令我驚喜的地方 你不單止看到幕前表演者 他們是一班追夢者 而是你見到幕後的人 所有整班製作的人 都好像是一班追夢者 它拍出了一部 香港人很需要的一部 很有勇氣有活力 青春的電影 我第一個感覺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覺得跳舞的人一定要看 你很不喜歡跳舞 就更加需要看 因為我們看了之後 我想你會更加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 是死都不會放棄跳舞 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一部電影 我覺得非常香港 亦都是香港很需要一部電影 新的演員 青春片 有誠意的電影 在泰國已經流行五六年 亦都很成功 為何我們香港沒有這些電影呢 甚至乎遇到一些導演 他們就問 喂 你們香港市場這麼大 有沒有新演員 又拍得很好的電影 其實有 但那些新演員 那些題材 負bil說話 不是人員 我真是不好意思說 但我今晚看過這部電影 我九號回泰國 看到那群 泰國导演 或泰國的電影製作人 我便會跟他們說 很大聲地說 香港有一個黃秋平,香港有一個平靜女, 謝謝黃毓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